说起陶惠敏相信 很多人对他印象极为深刻 可谓是老少通吃 虽然他是上个时代的女艺人 但作为90后 00后的我们对他也颇为熟悉 陶惠敏是国家一级演员 参演过非常多的影视作品 而他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几乎都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他每一次扮演的角色 都与他的气质非常相配 因此陶惠敏凭借着自己的精湛演技 和突出的气质圈粉 无数 但他终究也是一位女人 虽然拥有如此成就 可我们却看不见他背后的性酸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 比如明星艺人他们的私生活 几乎是透明的一举一动 全都暴露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 呦 这么一个人他忠于丈夫 即使在丈夫去世后 他还独自花了十年时间 为王妇守华 并抚养孩子长大成人 他就是陶惠敏 最初陶惠敏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他拥有一个爱他宠他的丈夫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伴在身旁 幸福也莫过于此了 而这种生活也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好景不长 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 却因为丈夫的离世变得支离破碎 一边是没有丈夫的女人 一边是没有父亲的女人陶惠敏 此时也只有三十岁 家庭里面的顶梁柱没有了陶惠敏 也不得不计当爹又当妈 让女儿能够健康的成长 虽然生活一度很艰难 但陶惠敏并没有轻言放弃 而他忠于自己的丈夫 也并没有寻找另外一半来 替自己分担生活所带来的压力 在十年的时间 女儿也慢慢长大成人陶惠敏 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女儿这时也特别懂事的支持妈妈 让他再一次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如今的陶惠敏 已经52岁了 但是岁月在他脸上 并没有划过的痕迹 还是显得很年轻 而现在的气质 比起年轻时更为突出 就算是和女儿站在一起时 不认识他们的人 都会觉得他们是姐妹